大家好,我已经来湖市三天了,不想走了,这里的气候真的是太凉快了。 在湖市郊区的东北方向有一个大草原,我今天准备过去看一看。 全程有20公里左右,中间需要换乘一次,首先从河浩特火车站乘坐7路公交车。 这一车车。 到河浩特火车站了,在对面换乘103路。 终于到吃了河川草原了,我吃了人超级的多啊,全程豹满,导览图,占地3万亩,看一下。 我们现在锁出来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边是个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 哎呀,好多人啊,里三层外三层的。 这边还有骑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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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羊车。 哎呀。 是乐川。 阴山下,天藏藏,夜茫茫。 风吹草堤,现牛羊。 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时间不早了,就不转了啊。 我准备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面吃饱饭啊。 这边也要吃饱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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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一个旅游景区啊。 全是农家菜啊。 还有烧烤。 馅饼农家菜。 油面农家菜。 这么多人啊。 这不算是面条啊。 这是蒸的是不是? 蒸的那个油面就是。 是蘸汤吃的。 蘸汤是吧? 你汤的话是另外一副钱的。 对。 你这一汤下来多少钱? 这个是凉汤。 热汤。 热汤啊。 那行,你就来一个吧。 来一个油面,来一个热汤吧。 好嘞。 哎呀,这什么茶啊。 这个是不是大专茶呀 这种油面啊 这种还是第一次吃啊 这个是汤料 来吃一下内蒙的本地特色 油面 这种啊 还是第一次吃啊 这种是蒸的 是两种啊 这种是面条 这种像蜂窝状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 这个是蘸料啊 这里面是汤 还有这个 土豆块 这里面还有肉 这不知道什么肉啊 这大肉还是牛肉啊 什么的 香菜 新花 然后这就是蘸着吃的 这样蘸着吃的 先蘸一个这种面条 吃一下 这口感有点像 和辣面的口感 不过这个比较丝滑 并且很有韧性啊 看一下 它这个是不知道什么面做的 来吃一个土豆 这不知道什么肉啊 应该是猪肉 再来吃一下这个蜂窝状的这个 蘸一蘸 好吃 它这个汤料非常的香 我感觉还有这个蜂窝状的这种好吃 这个像那个 饺子皮一样 哎呀 粘在一块儿了 全部放到里面好了 泡一泡 泡一泡就开了 哎呀 这里边肉还挺多的 挺肉 这里边还有香菇 来一杯砖茶 粘在一块儿了 哎呀 全部放在里面 看了 吃饱喝足 决账 哎呀 不愧是本地特色的名吃啊 果然是好吃啊 只可惜啊 就是价格贵了点啊 24一份 面是16 然后那个蘸料是8块 哎呀 这一顿饭吃掉了我 两顿的预算呀